好,做木瓜湯 喂喂喂,特別哥 都說扔我了 你真的拿著木瓜就離開 那我不離開,怎麼可以提早避好材料來煮木瓜湯呢 原來切好了嗎? 是啊,提早避好材料 那我已經開始煮了 是啊,切好魚,切好木瓜片 那我們滾個木瓜湯 哇,這是什麼魚? 這是鰻魚 鰻魚 鰻魚是完美 鰻魚是完美 對 那我提前拿鹽來拌一拌 醃大概五分鐘 煎到兩面金黃就可以了 對,煎透它 其實煎魚也有些技巧 煎魚是 有一條這樣煎 但是這個切開了一粒粒的煎 會不會… 難煎一點 還要難煎一點 入味一點 但是滾湯就很滾一點 是 對 吃的時候也比較方便 切完魚 是 這樣就加湯 加些生存魚 最好是滾水 對了 哇 提早煮熱的生存水 就比較好 那我不提早煮熱 大家就要像我一樣 嗯 穿一點穿一點穿 不要一次過落了 哦 因為穿一點穿 就快滾了 是,盡快滾 有些朋友 這個時候就要說說 是 有些朋友說 滾魚湯呢 就要放些 三花奶 那樣那樣 哦 加些牛奶 有些又加些豆磚 對 你看看要不需要 你看看大表哥滾魚湯 要不需要 哇 真是奶白色 紅樣的奶白色 給大家看看 奶白色的 白白色 那什麼時候加上這個木瓜 我看到裡面有兩片薑 當然要啦 當然要放兩片薑 有些什麼作用呢 薑呢 就一個去腥 第二個呢 就劈一劈那些寒氣 魚和木瓜梳 再有種寒氣 這樣滾它 滾起雞 三分鐘後 木瓜就軟了 就可以起鍋了 好太開 好